2004年日本电影导盲犬小Q让大众认识了什么是导盲犬 电影中的导盲犬小Q精灵可爱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但你是否知道马来西亚也有一只名叫拉绍恩的导盲犬呢 拉绍恩是一只拉布拉多雄性犬 今年四岁是我国第一只导盲犬 也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只导盲犬 它的主人是现年54岁的陈锦辉 陈锦辉于四十岁时患上青光眼而逐渐失明 他之所以会跟拉绍恩结缘 也是因为导盲犬小Q这部电影 有一天就看了这个电影 我太太买回来的叫QQ 然后她就跟我分享 我就觉得很好奇 因为就没有听过导盲犬 就觉得他应该是可以帮到我们导盲人士很多 巧合的是 他其实也和电影中的杜边先生一样 并不是一名爱狗人士 所以刚开始和拉绍恩相处时 显得相当不自在 我很怕狗人 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 应该六岁还是七岁 给一个疯狗咬了一只 从那一年开始 我看到狗我会走了 有只只大狗 很怕它们 所以我开始也是很不习惯 但是慢慢的就很好 我跟他陪学 然后有这个幸运 过后就觉得还好 陈锦辉和拉绍恩的缘分 可是在经历一番波折之后才相遇的 国际导盲犬学会 他们都不能够帮到我 把一个导盲犬带回来 因为他们很严格 他们要make sure 我们在马来西亚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好 如果他要给这个导盲犬 给任何一个市民人士的话 他要make sure 这个国家已经批准 这个导盲犬跟他的主任 就是到处都可以去 所以他觉得马来西亚 政府还没有批准 所以他先叫我 从政府那一边拿到批准 他才帮我们set up 这个导盲犬学校 就还好认识了上海一个黑暗中对话的同事 刚好他本身也是一口导盲犬 后来经过他的介绍 那我们就跟这个南京 警权的学会 因为他们是培训导盲犬的给这个上海 他们就很乐意的帮我把第一个导盲犬带回马来西亚 所以我就过去了南京 跟拉绍培训了大概三四个礼拜就带他回来 虽然他已经得到我国的批准带导盲犬回来 但他和拉绍恩已踏入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时候 迎接他们的却是一连串的挑战 他是在飞机里面他是跟我一起坐的 就是一得一到了KLA 一出我就要把Lachon放进去一个笼里面 他们不给Lachon经过这个arrival hall 他要用另外一个路程 就是把Lachon放在一个笼里面 就在那个arrival hall外面登 虽然事情已经过了两年 但他和拉绍恩的前方 还是被一道又一道的墙给拦住 基于我国的国情 他们俩在公共场所可说是寸步难行 很多人就是跟我讲 不可能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回家国家 我试过了很多次巴车都不给我上 Taxi有了 有一两个我要先打一个电话给他们 他们都很容易摘 可是如果你说我在路上 接Taxi的话我相信没有 我还没有义过一个Taxi 看到我跟Lachon的时候都很容易载我 当然火车就不用再讲了 都不能够进到那个station 如果我太太不是跟我一起做工的 在家里我跟她根本不可能来到上卫大学上班 因为我不能够坐巴士车又不能够坐火车 没可能每天坐Taxi 目前三位Primid还有Minds都允许我带大忙先进去 可是我要先通知他们 然后我就要在information counter sign 然后他就安排一个保安人员跟我一起走 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顾客来打油 然后也是要如果比方说要进一个shop里面 他也是希望那个保安人员可以帮助我通知 那个老板里面可以 我可以不可以带大忙先进去 监区的挑战并没有打击陈景辉的决心 为了替拉绍恩争取更多的工作权益 他曾致函给交通部 也试过到大马伊斯兰发展区查询 但无奈都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陈景辉说经过严苛训练的导盲犬是非常有自律的 而其他人也不可以随意触摸 喂食 使用声音或手势命令他们 以免干扰他们执行任务 可惜国人很多都不了解这一点 导盲犬是一个服务犬 每一个导盲犬它必须要经过很严格的培训 大概要两年之间 从他六个月就开始培训 直到他两岁多一点点 他才能够毕业变成一个导盲犬 然后他必定要父母也是一个导盲犬 他们是很严格的 而且要培训一个导盲犬真的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路 导盲犬不会乱乱大小便 他要听我的导盲犬他才去大便小便 好像Lachon他每天这两次早上 我们还没有去工作的时候 我给他吃了 然后就跟他去大小便 就等到晚上我回去 跟他去做多一次大小便 在路上出去外面 他不会乱乱大小便 他们是很有规矩的犬 也是很干净的方式 我们是用一个纸袋的 扣住他后面他的尾巴那边 所以他变变进去一个纸袋里面 当然很多人看到又看到Lachon很可爱 又摸他 又很想跟他玩 结果我们一直在交易 有去过几个学校 很可惜有很多政府学校 我不能够去 因为他不允许我带狗狗进去 西夏无子的陈锦辉 早已将拉绍恩视为亲生儿子 他希望我国政府能够早日批准导盲犬的使用 好让导盲犬学校能在我国成立 训练更多导盲犬 造福失明人士 我不懂马来西亚会用老年 我希望可以在Lachon还活着的时间 我们得到这个批准 导盲犬是失明人士的眼睛 他们所面对的视力障碍 何止是我们正常人所能体会的 明天一起走进视障人士的黑暗世界 体会他们的感受 浅线视窗采访报道 优优狗采访报道 我感谢您的观五